今天我們很難得找到一個帥哥的警察 來跟我們分享他們第一線接觸到這種詐騙手法的經驗 那請問一下就是說就你自己這麼多的經驗裡面 什麼是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除了猜猜我是誰之外 曾經有一位民眾他走進來我們派出所 說他有在做投資 他們的投資方式是他的入金是要去他家的區塊 入金是什麼 入金就是指投資就是入股 就是把錢丟進去的意思 丟進去這個平台丟進去這個投資的網站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網站 對它是一個投資網站 那他的把錢丟進去的方式就是 他們會有派專員會來他家領錢 對我們一聽就知道是詐騙 所以其實當天他的下午有跟專員去做 約有約說下午要領錢 大概新台幣30萬 所以我們那一天就是埋伏 埋伏在他家然後又埋伏在家裡面 然後等因為其實就是一個年輕人 然後穿著西裝然後背一個書包進去 然後就說他是專員 就是像那種移財專員這樣 對可是其實他真的不是專員 然後進去領完錢 單子給他之後出來 就被我們埋伏員請上去壓制這樣子 另外旁邊還有一位就是 叫顧水 就是會去監視他有沒有去完成這個交易動作的一個人 然後我們就是兩個都查獲這樣 然後就帶回去移送這樣子 通常他們這種都是臨時的組織 我看好像都說他們之間其實也不認識 就剛剛的 領錢的跟顧他的 領的不會知道看他的人的存在 所以他也是暗中被監視的概念就對了 對 我們這種連結都是透過他們 手機查扣下來看到的紀錄去做連結 那通常他們是 集團本身怎麼去操控這一些第一線的這一些 車手這一線 都是以 比較多就是以通訊軟體 對啊他請這一位去領錢之後有一位專門顧他的 然後這一位領完錢之後可能交給下一位收水的 就可能約在一個 什麼賣場 的廁所間隔間然後就可能從那個夾縫 拿給你 然後就你也不知道對方是誰 然後你就 給他去離開這樣子 那他這樣車手他怎麼去拿到他的 他的利益呢 可能我今天我拿30萬 兩張給你然後剩下就交付回去 或是另外再給也都有 遇過的都有都蠻多的 所以這樣子其實 等於就是說中間其實斷點很多 對 對你們來講就很困難 比較會有難度 那這個是30萬 這一筆是對這一筆是30萬 那你接觸過最高的有多少 我自己碰過詐騙最高金額 以我來說的話是 1800萬 那又是怎麼騙的 1800萬 那個就是單純是 就是很 很經典的投資詐騙 就是在網路上看到投資網站 然後 投進去 其實他投的錢比較多 那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個喔 那個其實也是 因為現在投資的手法很常見 就是 他在 可能陌生訊息 或是陌生好友 然後會問你要不要投資 可能有些人比較不懂 他就會說 他就會把你丟進去一個投資的 標 那個叫標股群組 喔現在好多喔 對現在很多 因為其實現在每個人 手像我是一手機也會遇到 他裡面 其實裡面看可能100多個人 可能只有你一個是真的 其他都是集團裡面的 他們就會一直po說 今天有什麼 什麼 方向啊 今天有什麼標的 是不錯的 可以讓你去投 然後就會有一些 加班是 股民的 他們就說 喔我今天 透過這個老師 賺了多少錢 然後取信於你就說喔 這老師是講真的 讓你其他人賺錢 他就會想要去入股 然後他就會去聯繫他們 他們就會提供一個網站給你 那個就是他們 自己做的投資平台 賬戶 你自己 申辦完之後 透過 他網站裡面的客服人員 給你銀行賬戶 然後就一直做匯款 一直做匯款 你看好你今天假如匯了5萬塊 他的網站上面可能就會顯示說 5萬塊 但實際上他其實就是一個數字而已 然後他 你就開始進行操作 投資 獲利 就會一直 數字一直飆上來 然後你就想領錢 領錢就領不 他就不會讓你領出來 這時候就不會讓你領出來 所以其實你看到那些數字是假的 對那些數字是假的 然後你要領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 你的帳戶因為剛剛前面什麼操作 導致你被凍結 然後就叫你要 要再付一筆什麼 幾趴的什麼 保證金之類的 你就一直會一直會一直會 會讓你沒有錢為止 這個都是在整個社群上面在操作 對 可是 照理說1800萬 其實這樣的金額也是蠻大的 對 那他的 那時候這個受害人的警覺性為什麼 是 沒有警覺到 可能 家裡比較有錢嗎 每個人 可能可以投資的那個範圍就是不一樣 他可能就是剛好就是投資範圍比較大 因為他其實那時候給我的感覺好像沒有很緊張 是喔 好吧 這就是您說的 就可能 他一直騙你 一直騙到你 不堪負荷 要嘛一個就是你真的 發現情景不太對 可是你已經投了1800萬 另外一種就可能你就真的都沒錢了 對 像我們這種平民百姓可能180萬就沒錢了 或18萬就沒錢了 就可能不會有這種 但是 在這一些的一個詐騙手法上面 對你們一線 同仁來講 你們最困擾的會是什麼 以詐騙手法最 最難處理的反而是 虛擬貨幣 因為虛擬貨幣的部分 它有分很多種 一種是 你的幣 你的虛擬貨幣是跟真正的幣上買的 然後你的幣 被騙走的是虛擬貨幣 另外一種是 假借虛擬貨幣的名義 然後你會心臺幣到對方的帳戶 對如果是前者的話 它虛擬貨幣沒有向銀行 匯款我們可以去通報銀行做宣傳 虛擬貨幣就會比較難去做追查 他們是直接去換幣 對 那這樣換幣 還會被騙嗎 他們就是換幣完之後透過虛擬貨幣的錢包轉到詐騙集團的錢包裡面 因為這種金流我們沒有辦法去做通報宣傳 就是說它在前面它在換幣的這個部分是正常的 對正常的 但是後面怎麼去用 後面是幣 就很像是它不是錢被騙掉它是虛擬貨幣被騙掉的意思 對這種東西沒有辦法去 很難很難去做 追查 人家虛擬貨幣還是安全的嗎 就還是要看每一個幣中 這不就不一定 對對對 就是自己在投資上還是要非常的謹慎 對對對 那還有什麼其他的一些案例可以跟我們分享 有一種 現在最常見的就是 交友詐騙 喔 對這種交友詐騙 最新的嗎 最新的嗎 有分兩種 一種是以前典型的 就是 你現在透過交友軟體認識一個女生 或是女生認識男生 然後聊天完之後 他們要跟你約見面 對 那 見面 他可能今天跟你約在中壢的 好我火車站 然後你到了之後他就會跟你說 他還沒到 然後這時候就會有個男生 或是有一個 他自稱是什麼 酒店經理人打給跟你說 他是我們的員工 什麼你如果要跟他見面的話 就要交 什麼保證金 然後你就是透過遊戲點數 去做 去拍給他看 然後就一直拍一直拍 因為他會 一直用那種很奇怪的理由 去跟你講 就什麼 保證金 人生安全費 什麼什麼奇奇怪怪的費 然後就是一直叫你去 買點數給他 對 還有另外一種是 目前 遇到 蠻多的 就是 一樣是 在網路上認識交友 然後 視訊羅了 視訊羅了 然後可能騙 跟你說 我們交換一下 我們的私密照 然後就先騙你的照片過來 騙到之後就拿這個照片去恐嚇你說 你如果今天不給我 多少錢 可能保證金什麼六千塊 我就把你散播出去 對我就把你散播出去 然後他就很怕 而且現在很可怕 你只要在網路上散播出去 你一定收不回來 對 那我不懂的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人願意在鏡頭前面這樣子 現在的趨勢可能就是比較喜歡刺激的 喔就是說因為 現在都是個人的形式 因為都是個人的自媒體的概念 對對對 然後變成 你今天可能在有一些抒發上面 你可能不見得會在公開的地方 反而是在這種 你自認為私密 但是這樣的詐騙反而是 更麻煩了吧 因為你萬一被對話拿到的這一些 對於點數的部分 點數其實如果你拍出去 他做兌換的話 基本上也是很難去做 追查 對 因為他真的是沒有辦法去做攔截 他換掉就沒有 那個都跟虛擬的貨幣性 對類似的道理 對啊 如果是 那照片更不得了啦 這樣微片散播出去 你大概 永久都拿不回來 所以就要對自己的 私密照相當的謹慎 不能隨便亂傳 因為這種東西 你匯款也不是 你不匯款也不是 所以像這種基本上應該都是 年輕人比較多 對年輕人比較多 年輕人居多 喜歡嘗試一些 新鮮的 新鮮的 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 你們最近發現 比較多的 對最近有發現 比較多的案件 是這種 所以其實 詐騙的手法層出不窮 你看從 我們一開始講的 猜猜我是誰 這種很古老的手法 然後漸漸的到一些 金融詐騙 這種 虛擬貨幣的詐騙 然後再到剛剛我們 一線員警他們開始接觸到一些 最近有一些 您剛剛說那個叫做 交友 交友 點數 對 還有那個 裸 裸療 裸療 這個又是一個新的名詞 提醒各位朋友 一定要特別小心 這種 層出不窮的這些犯罪手法 其實都來自於資訊科技的發達 那 有些東西警察可以保護你 但是有些屬於你個人的這些 自我的防範 雖然說我們一開始有講說在網路的調查上面 看起來好像有八成的民眾都會知道 詐騙手法 但是當你遇到的時候 卻又常常會因為 你的一些 觀點上可能有一些被誤導 所以才導致他們可能 沒有辦法在 第一時間的時候去做反應 那這時候我們一線遠景 這種 當我們這種帥哥遠景出現的時候 你也不要太擔心 那再來 我們也顧慮到了 剛剛我們 也提到了就是說 他們也會顧到你的隱私 即便是在 名貴的這種情況下 他們還是會搬你 到一個 房間裡面去跟你 你就可以放心的把你的 經驗 或者你遇到的這些 去跟警察同仁說明 那或許就可以保住你一生的積蓄 很謝謝我們 總理警分局的帥哥遠景 能跟我們 分享我們第一線 所遇到的這些雜片手法 也希望 你透過今天的節目 能夠更了解說 我們該如何去保護自己